大家好 我是范琪斐 现在还会有人打电话给你吗 我讲的是电话 不是LINE那种通话 连我80多岁的老妈妈 现在都打LINE给我的了 现在通常只有两种人 会打电话给我 一个是快递 欢小贼 你现在在家吗 在在在 你千万别走 我今天晚上请客要用韩式火锅 就靠你了 我现在请客都是这样临时抱佛脚的 另一个就是银行 欢小姐 你想不想贷款呢 我们利息很低哦 你跟他说不用了 谢谢你 那一定会被追问 那你现在有没有房贷啊 车贷啊 或其他贷款啊 如果都没有 他就会问 那有考虑投资吗 拜托 借钱来投资 这逻辑不大对吧 要是投资失利还不出来 那就算你真的要贷款好了 那也不要听人家说这个利息 很低很优惠 就傻傻的签了 大家都说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里嘛 所以那些细项什么都要看清楚啊 不然到时候还不出来你就惨了 在这个非洲这个乌干达呢 最近就为了这个贷款 没有看细项这件事 一颗头两颗大 因为2015年的时候 乌干达想要扩建国际机场 就跟中国进出口银行 带了2.07亿的美元 利息是2%分20年摊还 前七年呢是宽限期 就是只要负利息啊 你不用还本金的意思 那这个宽限期明年底就要失效了 乌干达才发现啊 这个利息加本金我好像还不出来耶 就想呢跟这个中国进出口银行 来瞧一下 结果他把这个合约拿出来仔细一看 才发现乌干达很吃亏耶 这个合约里面啊 有一大堆这个有毒条款 总之就是还不出钱 可能就要拿机场来抵债了 那这个有毒条款是有多毒呢 低收入或者是开发中国家 想要借钱难道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 这个情况啊 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菜单 先撒钱再坑以前 中国一带一路就像包裹糖衣的毒药 君月仪式跟梅克尔说再见 自选曲里面藏有你不知道的小故事 美国自由要倒退了吗 50年的合法堕胎权恐怕会被推翻 平平都是公主 真子跟爱子比一比 你才发现风格大不同 你有听过网红要考证照了吗 至少在中国就是得要这样啦 怕人家知道你是老coco 日本畅销书告诉你哪些动作不要做 勒朋友今天呢要与日本当借禁 来看看台湾的房价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新闻这样看 那以前我们都是说 这个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 那今天我一看这个乌干达这个案子 才知道中国真的好厉害啊 那借钱给你盖机场可以 但钱呢你要放在中国的单位 那怎么花钱由谁来决定呢 中国的单位来领预算 如果钱还不出来 中国的单位可以看账本 由中国的单位决定你是不是违约了 那你如果想要争执说 你没有违约要找一个中立的单位来进行仲裁 这个中立的单位是谁呢 哎中国的单位 乌干达当初签约的时候是信息满满 觉得还钱绝对没有问题就对了 不然怎么会签一个还不出钱 就给你砍左手左脚的合约呢 前几阶的中非合作论坛呢 非洲国家都是盛装出席啊 习近平说什么都是感恩赞叹啊 不过这几年下来非洲国家开始发现 中国说非洲是兄弟 但好像只把他们当小弟用 那怎么说呢 先讲贸易好了 虽然从账面上来看 非洲每年的出口价值12亿美金的商品到中国 从中国进口的12.7亿的美金的商品 但是非洲出口都是原物料 基本上就是不停的挖矿出口给中国来加工 只把非洲当作这个原物料的供应国 这跟这个殖民地时代的政策有差很多吗 对非洲的这个产业升级跟经济发展没什么帮助吧 那除了贸易不平等还有一带一路的问题 其实我们先不要从希望的角度来批评 中国怎么在20年间跟非洲国家签署了1141个债务协议 那债务金额就达到1530亿美元 就成为非洲最大债权国的 对非洲来说呢 他们想建设又没钱的时候 只有中国愿意大方借钱 不管是故意设债务陷阱也好 或是想要趁机增加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也好 非洲国家部分建设的确是受惠于一带一路 但当初大家以为这个基础建设可以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啊 结果很多工程都是中国输出的劳工在做 不然就是干部都是中国人 劳力密集的工作才开放给当地人 工程进行当中也常常出现剥削劳工 或是厂房干部非常腐败的争议啊 而且中国承诺的盖医院啊盖学校 其实都没有太多兑现 就让很多非洲国家觉得很不公平 而且就在中非合作论坛之前呢 美国突然就派了国务卿布林肯出访非洲 就很诚恳的说啊 这个非洲是跟美国平起平坐的重要伙伴 并且承诺了一些要投资非洲的项目 不管是真的假的啦 让非洲感觉至少这个感觉比较良好啊 也意识到这个美中的角力战好像渐渐就转向非洲了 所以今年的非洲国家在中非合作论坛上 各国虽然很感谢中国捐疫苗 但比起往年来讲就没有那么热情了 那美国要投资这个计划是今年G7峰会提出的这一个啊 就build back better world 就是重建世界更美好 那希望开放中国家需要前建设的时候呢 能够有另外一个选择 那欧盟也在这个月1号就宣布了全球门户计划 要跟一带一路打对台 打对台这个欧盟是没讲啦 不论你那么聪明应该看得出来吧 这条新闻你如果能看到现在你一定很聪明啊 好了我今天马屁排完了啊 那这个这项计划虽然比一带一路晚了8年左右 但金额也是蛮有诚意的啦 预计从今年到2027年间呢 由国际金融机构跟民间部门出资 募集3000亿的欧元 大概是台币9.4兆来协助开发中国家来建设 虽然计划书里面没有讲到中国 但是欧盟强调他们透明度很高 绝对值得信任管理良善等等 就是在打脸一带一路就对了 其实欧盟退出这个计划呢 有很大的原因是一带一路 已经把手伸到巴尔干半岛啦 要知道好几个这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都是准备要加入欧盟的 境内这个中国势力当然就越少越好 像是有望在2025年加入欧盟这个蒙特内戈罗 那之前呢为了盖高速公路 就向中国呢带了一笔钱 结果今年发现还不出来 就赶快去找欧盟求救 这就让欧盟很为难啦 如果出手帮忙 那其他小国可能有样学样啊 那不帮忙的话 到时候欧盟可能就多一个负债的小弟 你如果是大哥啊 你愿意收一个欠其他帮拍一笔钱的小弟吗 不过欧盟的这个投资计划真的能成功吗 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这个外交政策就指出啊 这个第一中国为了达成一带一路的目标 可以改政策改法规 那承包的公司不听话就换掉 但西方国家都是乖宝宝 做起事来绑手绑脚的 在达标上是很难跟中国抗衡的 第二呢西方国家的投资计划都认为 自己的优势在透明度高符合环保规范 但开发中国家要的正是这个吗 其实很多国家就更喜欢中国模式 比方说呢我想盖一条高速公路 最开的方法呢就是把一切障碍物都清掉 可以炸山啦大规模砍树啦 那中国可能就直接这样做了 但换成西方的资金就要做一大堆还评啊 万一碰到保育的动物 七地可能要绕过山头 额外增加个几公里啊 或者赔偿当地居民等等 对于没什么钱的国家来说 当然是又快又省钱的方法最好 第三美国或者欧洲很难叫得动私人企业来投资 因为开发中国家对投资人来说是风险很大的 很多企业怕钱丢到水里根本碰都不想碰 其实川普在2018年就已经成立了独立的原外机构啊 然后当时呢他就有说要出600亿美元 要协助美国企业在开发中国家投资 但后来也是不了了之了 那沙烏地公报则指出啊 人多事情就复杂 光是欧盟内部呢就有27国 什么事情都要大家一起决定 内部斗争或是官僚制度僵化 最可能拖累整个计划 而且美国跟欧洲都想要争夺 在开发中国家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影响力 彼此这个合作间的这个竞争关系 到时候会不会变成欲棒相争也很难说 经济政策之库的布鲁盖尔的副所长 他就认为欧美要帮忙就好好帮 不要把这些基础建设的计划 当成跟中国竞争的手段 不然可能到最后就是大国在那边竞争来竞争去 但是穷国的建设就一直拖延了这种状况 不过乌干达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贷款的时候要把贷款细项看清楚了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 这种电话上卖的这种贷款 一样是电话购物有7天的鉴赏期 最重要的是你只要说出 我拒绝共同行销 这7个字 银行就得要即刻停止通话 而且要注记这个客户 以后不可以再打电话去了 我想乌干达大概巴不得当初讲的这 7个字吧